农历过年到来 灯会也接续登场 台南沿水月经港就打造了水岸艺术 而另外高雄灯会在今年不办在爱河了 首度一试到左营莲池潭 还广腰在地的庙宇前来点灯 观光局更是加码宣布 只要是全国旅行社组团并且住宿一个晚上 在灯会期间 每一团最高可以补助到6000元 不少当地店者跟业家都说 很期待 虽然焰火齐发或是灯光水雾秀 高雄灯会连年在爱河畔登场 今年2023将跳脱遗忘 指标建筑龙虎塔 没错 兔年灯会将遗失左营连池潭 已经三年都没有进观光客了 才不太欢迎啊 带动我们高雄的经济发展 不一样的感觉 消息曝光 当地店家很期待灯会要来 更结合在地 广邀周边庙宇一起点灯 每座庙宇都有特色 到时势必更热闹 观光局也扎码 全国旅行社组团赏灯参香祈福 而且在高雄住宿一晚 一团平日补助6000 假日5000元 要15人以上组团到高雄左营连池潭 看灯区住一晚 然后同时也到我们左营连池潭周边的这些庙宇来参香 我们就加码补助 昨天从台中差来就住一晚 从这样的补助 我也会跟公司说 连池潭具传统宗教色彩 周边有古迹有美食 2023高雄灯会张有不同面貌 另外在台南 月经港灯节即将在14号登场 日前试灯 今年以成立的月光为主题 打造小镇水岸艺术 一样充满美丽 记者邓明黄富奇 高雄台南综合报导